只要我是个看客 你怎么样都可以 但一旦成为我的老婆 对不起 那就叫水性洋花 是这个意思吗 你曾经也是一名看客 但你把这朵花摘下来 你想摘在自己家的盆栽里 但这朵花不愿意 总是想着长出去 是吧 你现在不乐意 所以我说你什么呢 你早就喜欢她这样的性格 而且在这三年的过程当中 你始终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立场 跟她狠狠地谈过这些事情 所以让她误以为是成为了习惯 和你的默许 才导致今天这样的一个事情 于强和红亚相连三年 红亚为了实现生活和事业的理想 努力工作 频繁外出应酬 而比较逆想 安于现状的于强 则选择了忍气的温收 保持沉默 两人因此在三年后 出现了价值观 爱情观的天长 红亚来到告白的舞台 希望继续和余强的恋情 那么在主持人和年代团的观察员 对他们问题的深入呼吸后 余强和红亚的感情 是否会走向一个新的开始呢